请问副院长 请问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拍婚纱照 有 那你在哪里拍 是到店里还是情况没有拍 我不能报那家店广告 我可以报告在爱国西路 跑到台北来拍 爱国东路爱国西路 爱国东路 你记得说那时候你们拍照的时候你挑了几组 还是你弄包套的 那多少钱大概记得吗 我好像我太太在考验我一下 我们记得那时候比较便宜那时候包套 包套的 大概委员记得的话 他有的时候是15组20组30组 他是一套多少钱 后来我知道有一些是单张算的 但是我们是整套的 那你就是你挑了整套的之后 那你最后拍完再挑片的时候 有没有又超过超出你的预算 没有 没有 一当尊不及 你们真的是厉害 我想这个会后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这个是如何杀架如何坚持 因为现在本期要 这边要跟这个主委来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婚纱照 有包套的 那么这个包套 应该说结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可是现在呢 拍婚纱拍结婚照 却是一个对新人来讲 是一件难以抹灭的一个梦业啊 那么因为现在业者变相加价的手法 可能比当年 真的真的不太一样 当年副院长结婚的时候 要来的五花八门多了许多 而且合约里面也不清楚 那么现在刚刚讲说包套的内容 有包括这个化妆啦造型啊 礼服啊套術 然后拍照 还有婚纱像本的一个编辑跟制作 那么我来举例一下 就是像现在呢 就拿我们亲戚结婚的这个例子来讲 他们大概是挑四十组的 那么这个包套是四万六千八 那可以挑四套衣服 但是如果你再挑新一点的这个礼服的话 你就要加价 可能要加了好几万块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 其实那个礼服 你说他们重复使用 你一次给人家加好几万也不合理啦 那也就算了啦 但是他们的手法一 就是你只要四十张哦 他给你拍到四百多张 拍到五百张 你拍拍了那么多 那当然 我们再来厚恶劣一点的就是 好 现在我们拍完要挑片了嘛 挑片的时候又怎么样呢 呃 他们故意跟你约在晚上七点半以后 四点 他们都说摄影师没有空啊 他要求挑片的时候摄影师一定要在场啊 他们都会找很多理由 我说对不起我们只能约在晚上 四百多张五百张 你慢慢挑 我们亲戚就挑到凌晨两点半 那你趁在人家在累 在在累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来跟人家谈 谈谈价钱哦 那我还有一家更恶劣的哦 这是我另外一位朋友遇到的 他们呢 四百多张 好心一点 帮你那个同组的 同造型的排在一起 但是那张不是耶 好像那个打麻将 一下先把你收收了耶 那个乱七八糟的 那你这样跳跳跳 就会跳到不小心跳到重复嘛 等你整本做好 你看这一张已经有 那一张 怎么到处都是重复 我想很多那种变相加加的手法 那现在呢 再来很恶劣的是 全部挑完了之后呢 我相信 你要在四百多张里面挑四十张 绝对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选择 所以有时候不小心超过了 当然你现在随便问 问一下这个结婚的新人嘛 你包套 好已经价钱固定 但是能够像副院长技术这么高超 拍完挑完 价钱还能维持一样的 有几位 现在已经几乎找不到 我跟委员稍微补充一件事 我们那个时代 因为不是用数位相机 是用一般相机 所以他不会拍那么多 对现在 但是因为我过 因为现在数位相机很容易 他就给你拍很多 但是我自己过去就是 以前那 他们在七月淡季的时候嘛 也会推出那种说 拍照 那个个人沙龙照 以前很流行嘛 那我们都会去 他说一套三千六啊 结果我那时候学生才十几岁 结果 后来结账的时候变一万多块 我吓一跳 虽然也是那个年代 可能跟你一样也是用底片的 但是 不會不會 但是我们 我们差很久 这个实在是 我是在那个交接啦 底片跟那个 电子档的这个交接的 这个年代当中 差不多 但是呢 本席遇到的状况 即便是底片的 他也是拍了一百多张 我不晓得为什么啊 反正就是到最后 你一定都是 又要加了好几万块 然后再来重点来了 这么多照片 他拍了四百多张 人家没有挑的要丢掉吗 但是 他们留着 业者留着没用啊 他只能丢掉洗掉啊 当然我们 就是说 新人会想要买回家做 这些都是没有经过修片的 结果一张多少钱 电子档一张 六百五十块 六百五十块 所以你这样算一下 我的亲戚 想要把这些买回家 那当然买了一百块 主席对不起 那个买 买了一百张 就是如果你挑一百张以上 算便宜四百五十块 那我这样算过 他这个四百五十 乘以四百张 再加他们 原来包套四十张的四万六千八百块 等于二十二万六千八百块 难怪 这年头没有人敢结婚 也没有人敢生小孩 所以昨天教育文化委员会 也在讨论 难怪很多大学要关门 我想这个都是 都是有这个因果关系的 那 再来 就是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合约上 完全没有讨论到这个 这个 电子档的问题 也没有讨论到 就是说 今天我如果跟你租借了这个 比如说礼服 还有一些耳环配饰的话 那我出去 不见了 不见了要赔嘛 可是那些很多都是一些廉价的 有塑胶的那些猪猪啊 那其实很便宜 那他赔了 好啦 掉了一只耳环 赔了多少钱以后呢 他另外一只耳环 应该也没有交给 交给那个新娘子啊 因为人家都是 买一套的嘛 那你要赔 应该是赔一套 不可能我只赔你一只嘛 第一个那个另外一只 也没有给人家 再来呢 他收据 也没有开 所以 我想说这个部分齁 还有喔 再补充一下就是 刷卡 业者说刷卡只能刷一次 这么大 这么庞大的金额 刷卡只能刷一次 那很奇怪 我们有时候 一张卡的额度可能 没有那么高 你可能刷了一次以后 你要赶快再去缴费 然后再回头 再来刷一次 所以我想 种种的不合理喔 我不晓得 这个 主委有什么看法 非常谢谢委员啊 其实委员点出来 还是我们日常民众在消费的时候 都可能碰到的典型的问题啊 那有关于婚纱 这些还有这些摄影的业者 我们也订定了一个定型化的一个契约 包括他的服务项目 包括您刚刚提到底片 有几组 在契约上都要写好 然后选定几组 每一组多少钱 或者是整套多少钱 都应该明定 甚至还有没有选的这些底片 没有选的这些毛片 通通要予以销毁 这个免得他去流落或者其他的 那这些都有定型化的契约 所以我再一次的强调 可能很多消费者不清楚 还有很多的业者违反 你们应该去查嘛 对 现在随便一家 随便一家都是 对 还有很多的业者 违反这样的定型化契约 我们的确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 对啊 因为像本期有遇过类似的状况 就是某平面媒体嘛 就是要做个报导 然后叫我配合去拍照 然后坐在我的大见寝前面 谈情嘛 谈一谈以后 那有一天呢 因为我有一些个人上的需要 要跟他们调个照片嘛 我说可不可以一张 可以送给我 或者说多少钱 结果他跟我开价2万块啦 我自己本人 我应该有肖像权吧 然后我还要穿美美的配合你们 然后在那边 让你写一篇报导 之后 你跟我收2万块的照片 我以为是他要付你2万块 我也想说他们应该要付我2万块啊 结果怎么 为什么要我付2万块 后来只好作罢 因为太贵了啊 那我想这些 这个主委也应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有关于这个婚纱的定型化契约的执行面的部分啊 我们会来要求也来贯彻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另外跟主委讨论一下 因为最近这个电视广告 我相信主委应该有看到啦 这个电视广告有很多那种 像网路一些暴力色情的一些广告啊 那这些呢 尤其是在网站上面还有那种 就是在贩卖一些性犯罪教学的这个软体 或者电玩 公开贩售在雅虎上面喔 一套149块 那我想这个部分喔 因为 现在小孩子小学 甚至那个私立学校那个幼稚园啊 有些就已经开始教 就是电脑教学 那他们很容易就上网去看到 接触到这些东西 那有这些东西这样不良的影响之后 可能就真的你实际上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很多那种实际 这社会上那种犯罪性侵的啊 暴力事件 我想这些都跟这些网路 网路的这些软体贩卖有关系 那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层面牵扯很广啦 内政部 他们没有进到这个 就是说他是这个警政中央机关嘛 他对于这个儿少性侵害犯罪防治的部分 要注意嘛 那经济部对于这个拍卖网站 他只是采取一个书面形式的审查 的管理非常宽松 他在NCC 他也没有主动整合相关部会来查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失职的 那我想请这个 还有对那个家长 家长发现小孩子买这些东西以后 要求要退货啊 也没得退 我想这些都是这个消保会也应该要注意 非常谢谢委员 这个有关于电脑游戏啊 分极制啊 就像我们看电影也有分极制 电视的节目也应该有分极制 也一样的电脑游戏有分极制 委员刚刚点到的 我也听了很多家长的反应啊 那个暴力非常严重 或者里面牵涉到色情的 应该要严格的管理 尤其是像现在 我就曾经陪我的小孩子 他想看那个赛车的 那个在YouTube里面 他打了我们打了赛车进去 就很奇怪啊 那个照片出来了 都是穿的很很清凉 衣服少的不能再少的女生 就我儿子还跟我说 妈妈这个小姐好漂亮哦 所以这个 我说对于这么小的孩子 然后光是我们打赛车这种很正常的字眼 都可以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 大家尤其这个副院长的这个职位 也要特别的注意 这一句话 感谢观看